上课的时候,有把台湾的一些歌星,大家比较知名的,像张惠妹,苏蕊,张青芳,周杰伦,林志炫,把他们的一些方法拿出来讨论,首先不存在人身攻击,更觉得好像,就像上次李班长就说,好像我说话很霸气,这个霸气我不知道台湾话是怎么讲,就是很自信啊,或者是很阿霸,或者怎么样啊, 那我今天是音乐警察,尤其在生命方面,我更是强项,如果你错出错误的声音,你在音乐上闯红灯口,我当然不会放你过,不管你在有名,不以成败轮英勇,不以你年修年的收入,还是你周杰伦3.04亿,还是蔡依林2.几亿,不以收入,判断他的方法对不对,这错不错,不错吧,你的方法,抢银行, 那也可能赚到钱,也可能抢十字都不会被抓到,那不是正乎,不是正乎,唱歌的方法很重要,很科学,这是三百年前,就是意大利人发明的美声唱法,美好的声音和美妙的声音,我们一定要给大家,从我们这一代人起,从我们教室的每个同学起,树立什么叫正确的声音和正确的方法, 歌星的方法就是没有方法,我们说说他,其实只有我敢说他们,只有我敢骂他们,你们还真骂不过他,尤其是林志全,你谁敢挑逗他,我就敢聊过他,我就敢聊过他,因为我们受的教养,和受的教育不一样,因为他说出了理论,就出现破绽 就算说任何一个男生女生,只要是可以走路的人,唱出一句话来,说出一个字来,我就会给你说出三千个字,你的对语不错,你的对和错,这就是我的历史,所以以后啊,我们说,大家尽可以从正面去听,就像我说,英语,我特别查了一下这几个大国家,澳大利亚,七九八万人, 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同国是九百六十万,美国是九百六十二,美国比大欧还大,那我们最大的国家是加拿大,九九八,差了二十万平方公里,大概就成了一千万平方公里,这领域很重要,领域就是我们的音域,排气量一样,三千细细的就比两千细细会好,就是这样子,我所说的音域,音色,音质,音量,再加上我们的技术, 唱歌要有金属声,要有磁性,有穿透性,有远达性,高声,高音要用头枪功名,如果任何一个人,不管他唱得再高,为他撕,他绝对考不到音乐点去,为什么?他的高音没有用头枪,是喊出来的,这是对声带的极度的伤害,四个八度没问题,他这种声音不是人的声音,所以他们叫海灘声,已经抄出来了一个南高音, 这种声音的所有的最高的极限,那是对声带的伤害,我们是不鼓励他们这样做的,而且他的低音没有胸腔,昙花一现吧,我们伟大的帕尔罗里, 海西之王,才唱三个八度,那如果为他撕,唱四个八度,他是不是说,老怕,你早该死了,该轮上我了,不是以音语来分,音语只占二十五分,我错说过,音语,银两,银色,银质,各占百分之二十五分, 你不能说我唱四个八度,我就是冠军,那错了,只是二十五分,二十五分不会及格的,一定要含有音量,银色和音质,是不是南高音,非常重要, 我每次说的话大家,我觉得我说的话比什么,比我教唱歌还重要,那就是我几十年的理论, 而且我们家大哥说过,他买了一二十本书,没有一个理论和我的理论一样,那就是,这二十多个作家全是错的,因为我的理论是对的, 因为我说到做到,听得懂吗,那作家写完了,死了,上天了,往后一领走了,唱给我听听嘛,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唱的,是不是大伟, 第一,声音要有金属声音,我们这个肉体能唱出金属的声音,可厉害了吧,唱出铝合一的声音,唱出七缸的声音, 要唱出金属的声音,要唱出瓷性的声音,穿透性的远达性,要唱到,不带麦克风要唱到三十米五十米,一个电线杆,到那个电线杆是五十米,我从这里唱,那边可以听得到,这就厉害了吧,所以声音要有声落逢中,所以从古到今大家都,都评论声音是怎么好,什么天奶啊,夜银般的歌声啊,所以说,唱歌,无独有偶,我说的是两个鸡子塔, 那我们这两天发了一个,发了一下资料,广西的音乐师范学院,有一个叫肖乐的,肖和的肖,一个王贱,一个乐,是个年轻的一个助教,他就说,唱歌就像一个,参天大树,高音是树冠,然后有笔直的树干,然后就是很多的根须,深深地扎到地上,上面的关有多大,树冠有多大,底下根就有多深, 这就是,灌,就是高音的,发彩乐章,它和我的理论是一模一样,就是两个金字塔,看到没有,这是树冠,这是树根,这就是树干,吸气的树干,上面是宽的,到高音的时候是这,到低音的时候是这,所以我第一堂课的时候,大家出国, 我们今天是第一堂课用的小周天,就从百慧学院,百慧的这个穴道吸进去,一直到慧音的地方出来,可是今天第二期,我已经发表了好几个很难的作品,其中有四个作品,我是轮着教,你看,我礼拜二教的和礼拜四教的不一样,就证明我一个礼拜,我可以教四个新歌,我在礼拜二教的是,我亲爱的爸爸,月亮送,我在礼拜五教的就是, 公主业为面,不同,完全都不同,还有蝴蝶夫人,这都是世界名曲,一个男女高音,如果不唱这些,你就唱甜蜜蜜,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你根本不可能考的音乐选曲,就像你拉胡青,你拉苏蜜蜜蜜,发热人,你不可能考的音乐选曲,他用他指定的二全音乐,梁霄,刘天华的十大名曲,一定要这样塞马,你必须拉这些东西,你不能随便我拉一个,遇到小夜曲,那是不能, 是考试的,那个梁露的作品,听得懂吗,作品有分,A,B,C,D,就像体操的运动一样,它有不同的难度,有不同的分,知道这意思了,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真的是福气了,你们给了我这么一个试图,因为你们才可以唱得上去,现在一开始,第一首歌,你问我们班长,就是五,站在高刚上,第二首歌就是五点半,六,六点半七, 下来,鸣鸣的小手,就是海西了,一语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这些名曲,就像唐诗宋词,你不能给他改一个标点符号,你不是挨我唱不上去,我降个调吧,那是对人家名曲的是一个,对普琪尼是一种诺大的侮辱,你能给威尔蒂的这种歌曲,给莎士比亚说,我再给你改个词吧, 你给李白说,咱 geographazanana,窗前明月 engaged,咱咱这四个 tä纱改一改吧,不行,名曲就是名曲,明作就不定,这是五点的宴旋,唱不上去,就不唱这首歌,圆之圆味儿,所以你就知道,一开始很多人都管他妈妈妈妈,不让喝水,猜怪 我是唱了不歌唱了不歌干嘛 这个湿火纹大声很顺很顺 一定把高音和低音和大声分开 你们现在就知道了 你们都是很大声 啊啊啊还是这么高 再让大声还是这么高 我让高声啊啊啊啊啊啊 是这样 把电压和电流搞清楚 这非常重要 这真的是 为什么说大家 你不要喝水 要关手机 请你们 而且我希望你们每个月 抽出三千块钱制装费 要把每一次都当 到国家俱乐一样好不好 把她当一个高等的音乐学府 在我们台湾的3.6万平方公里 没有这样一个教室 你到北一大台一大去 她也没有这样 没有一个人把这蝴蝶夫人 我亲爱的爸爸 公主夜会面 一句一句的教给大家 你像他们学生都是自己学 老师是指导一两句 没有说 啊我亲爱的爸爸唱 没有人这样教这些东西 而且我们很棒 不分男女生 帕瓦拉姐绝对不唱 我亲爱的爸爸 因为那是女高音的作品 听得懂吗 帕瓦拉姐绝对不唱 蝴蝶夫人 因为那是女高音的作品 可是我们女高音的也唱 男高音也唱 我觉得好听的唱 包括月亮宋 那是女高音的作品 我们也唱 这就是我们大家的赚道 买到赚道 不分男女 歌曲不分性别 只分好不好听 是不是道理 沙拉布莱曼也唱公主夜文言 是不是道理 我们亲爱的张慧妹也唱公主夜文言 那就是不分性别 所以我说的时候 一点没有歹意 我只能说一些 让大家知道的一些歌星 我能说彭丽媛吗 宋主英吗 你们不知道 虽然彭丽媛是习近平的太太 是一个少将 是一个女高音歌唱将 宋主英也是有来头的 江泽民主席非常喜欢她 把她从一个苗族的山寨 一个县剧团 把她领到北京 让她让 到北京 现在也是一个梅花少将 如果我说宋主英 你们大概不太清楚 大陆人知道 那我必须要说张慧妹 你就知道了 我必须要说林志炫 你们才知道 不要让他们用这种 真假猴王的分身 骗了你们三十年二十年 我所说不会唱歌 因为我们有唱歌的尺子 音语音两一色音质 穿透性远达性 磁性 对不对 唱歌高一要有头枪 低要有尋强 就像我上一次 教的烟花艺 在礼拜二一班 只有我敢站出来 说林志炫 请问在座的 包括一切朋友们 敢不敢说林志炫 林志炫就是你们的白马王子 就是你们的音乐之神 我就说他不会唱歌 只有我敢说 因为我知道 你们听完我教唱的 你们在网上可能发现了 我教了烟花艺论 同样的调 刀等于西调 最高一道B 你再听林志炫 一会真声 一会假声 一会往前 一会上后 就这稀里哈拉的 胆哄再骗 就把这首歌唱完了 大家掌声不断 呀 真的会唱 好好听啊 我愿意嫁给你 真的是 我离了会也嫁给你 真的 假钞就是假钞 印的在相还是假钞 不会唱歌 就是不会唱歌 就信了 我给你教了几把尺子 听得懂吗 音色音量音域的音质 有没有传统性 有没有词性 有没有远达性 没有外科风能不能唱 他没有外科风就不会唱歌了 听得懂吗 有没有投声 高一有没有投声 低声有没有 嗯 胸腔不眠有没有 请请的 我将离开你 这就不承认 一个 请请的 我将离开你 请下边叫个泪失去 要有胸腔不眠 知道吗 这最基本的嘛 你能够大提提 拉这么大的肚子 拉不出来什么声音 还得了 继续说啊 这不是人身攻击 我再说一遍 不管谁 我都可以说出来 我也欢迎大家来批评我 来批判我 是不是道理 让我也进步嘛 好不好 好 我们现在开始教了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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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